既然未去打仗、大饥荒、死人嵌楼 但坦白说香港现在的情况 我们录影的时间是12月9日 禁堂食明天又再来过 政府似乎已经放风了 冬至圣诞甚至圆诞 大家不要想,不要有未好的想像 所以市场也不好 大家预期见到很多餐厅和食肆 都怕他们会有受不了的情况 香港这个12月份 其实有什么要注意 或者是你预见到的事情 可能真的会发生 其实这个12月我们看回 都是这个疫情的问题为主 但是由于这个疫情引致很多问题 是 对吧 你的工作方面 失业率 这个正义就要看回香港 我也说 在年头我们预测到什么 2001年的问题 嗯 我说去维持着2002年 经济上可 因为为什么呢 地方还会派钱 嗯 但是去到2021 那些钱就差不多了 是 没有得派的 是 随时行业 可能在第二季 我们熬不熬到呢 就爆煲了 我们之前也有说过这个经济问题 其实这个是引申出来的问题 因为这个疫情引申出来的问题 嗯 嗯 那么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可能问回 这个疫情 好像香港发生的12月 其实呢 我们明年的那个年子白呢 嗯 我说过呢 就是 我们的五黄 就飞到我们的东南委 就是我们的香港的水口 嗯 这个对香港的影响 就会大量多了 是 那怎么计测呢 就是说 你可能12月这个疫情呢 我们就不会那么快就完蛋了 一路会呢 是 是 那就是明年一样 我们春温 就是说 春 就是春天的时间 可能这个疫情呢 呃 陆陆续续都不会有什么 又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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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又又又又继续下去 一路可能 保持住的 那很快就上晚了 这个款就 呃 香港 现在六千多了 已经 你日日几十一百 几十一百 这样 现在不是那里爆 就是那里爆 什么群组 什么群组 是 随时一路去到多少 是我们三四月的 嗯 所以你说这里呢 大家真的要小心 是 另外 我们加上五黄水口 二黑又在北边 我上次说过 那个紫白 那明年还会多个什么呢 长度的问题 都会有的 是 那 始终我们那个 这个 重点就是 就是摆在病那里 还有这个病引致的 经济问题 嗯 就多个呢 你说的 战争问题 是 即是换言之你的说法 就是 呃 这个病 或者这个疫症 首先第一 都会 都会持续到 夏年的 嗯 其一 之余 还要再害怕 就是 会不会衍生 或者 有另一种的 长度的 病毒 或者疾病 是会盛行 是呀 没错 这个我就说回 我们这个 莲子白 就重复回 我们沙士 就是2003年的图 一样 嗯 所以呢 还有明年 是新丑年 是 新金就透出 这个是跟腸 有关系 所以呢 就看回这个问题 是 OK 那好了 希望大家 就可以参考一下 是吧 这一集 特意要请教师傅 嗯 下一集 我们再看一下 或者可能 讲一讲 一些关于 美国的 现在的情况 嗯 好 下一集再见 楊宗余师傅 好 嗯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